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在十月或者是甚至今年 其實有很多星座的都會有一種 為無斗米折腰的感覺 掌聲算不算 也可以也算 那我十月就GG了 大家好 我是C.C. 這什麼口罩 大家好 我是蘇蘇 我們是C.C. 蘇蘇 你幹嘛今天這麼俗女啊 看你的樣子就覺得你害怕 你是換工作了 最近工作很累嗎 算像黑道一樣 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 江湖無男士 這個我知道 因為你們主角有我最愛的邱澤 你們讓我今天穿粉紅色 大星 愛星 邱澤 結色不一樣 好 我們今天來到第五集 那因為今天要介紹的是 江湖無男士 介紹的就是因為一個 窮困鳥島的導演 要拍片沒有知情 這個時候遇到了一個 黑道老大來資助他 希望來了 對 拍電影 然後前提就是黑道老大的女人 不是你 要當女主角 結果沒想到開拍的前一天 女主角就GG了 天啊 真的假的 對 女主角變成便當 不是 就領便當了 對 女主角去領便當了 便當 便當應該是那個肉炸燒肉吧 女主角都領便當了 這個時候呢 那 他們該怎麼繼續拍下去呢 如何讓女主角成為了 屍體還能夠演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就考驗我們的 男主角 秋澤先生 大星不管他演什麼都很好 好 OK whatever 你知道嗎 秋澤是天聖座的 所以他這次演這個角色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呢 最近 這個星座就是其中一個 賺錢最辛苦的星座 蛤 這為什麼天聖座賺錢最辛苦 因為來到了10月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在10月或者是甚至今年 其實有很多星座都會有一種 為五斗米折腰的感覺 這應該是12星座都為五斗米折腰 沒錯 但10月份特別強烈的會是 現在我要講的四個星座 好 上升算不算 也可以也算 那我10月就GG啦 反正你今天就穿成這樣子啊 對不對 當然也反映了這個電影 兄弟 對 沒錯 那10月份呢 因為受到了這個土星的影響 又來到天聖月 所以呢 剛才講的天秤座 在10月份特別容易面臨的 家庭跟工作上的壓力 所以果然他為了要賺錢 要養家 所以就必須要 想辦法把一個屍體拍成一個電影 這也是另類的一時到底啦 真的一時到底 那再來呢 牡羊座的話呢 在這個月比較容易遇到的 就是像感情 或合作夥伴 或者是其他人給他很多壓力 他必須要把它做好 那另外兩個呢 就是今年其實 比較容易感覺有 難搞的客戶 難搞的情人 難搞的老闆的這種 摩羯跟巨蟹座 所以這四個星座 其實這個月本身比較容易 會覺得賺錢怎麼那麼難 一樣的薪水 可是呢你要做的事情 要滿足別人的事情特別多 那我們今天呢 希望這10月份呢 為無斗米折腰的新作呢 你們也都可以來看一下 江湖無南市 得到一個激勵對不對 因為這還有帥哥啊 OK我以為想說看完 他就更為無斗米折腰 因為他要貢獻很多電影票 不過沒關係 雖然呢要為無斗米折腰 我們還是有不錯的小贈品 可以讓他們在壓力當中得到舒緩 對在我們看這個節目的過程當中 請各位看一下那個影片 下面有一個連結 然後那個連結呢 就會有我們今天的題目 好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希望10月份大家可以去收看一下 我們的江湖無南市 聽說真的做笑話 你再怎麼苦 還有人比你更苦喔 對我們10個星座 就是給這四個星座 先為無斗米折腰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是這一次的節目到這邊 我是希希 我是蘇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